连日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大街小巷,总能看到三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男孩在张贴寻人启事。 这一切源于十年前的一个深夜,一名婴儿被遗弃在呼和浩特市一家医院附近的树下。 墙堡内只有一张纸写着出生日期,2009年2月12日,他的名字叫王龙川,患有纯恶劣的他,2010年被来自荷兰的范都恩夫妇收养。 如今,他已长成一个健康活泼的大男孩,然而随着年龄增长,王龙川发现自己的皮肤和头发颜色与父母姐姐都不同。 追问下,范都恩夫妇讲述了他的身世,而王龙川也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十分好奇,于是便有了这一家人的中国之旅。 他很想念他们的中国之旅。他很想念他们的中国之旅。但他也很想念他们的父母和他父母。 他想要知道谁他们他们他们的父母。他想要他们知道他们他们的父母是好事。 他幸福,他健康。他希望他的父母也幸福和健康。 但他想要他们很想要见他们。 在荷兰,王龙川被养父母一家像亲生孩子一样宠爱着 艾斯特尔范都恩说 能遇见王龙川感觉很幸运 他是一个活泼好动的男孩 喜欢玩去棍球和足球 和人说话时总是笑语盈盈 范都恩夫妇55岁的女儿桑内告诉记者 对他来说王龙川就像亲兄弟一样 一家人很爱王龙川 也时常告诉他 他的亲生父母之所以这样做 是为了让他有更好的生活和意料条件 龙川感觉是永远无所谓的 他在家中的生命之間 他在家中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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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直說 可能你的生命之間 不能幫你幫助 因為你的膝蓋 和他們不可以幫你 和他們很愛你 他們很愛你 所以他們把你去 我們一直想 他們很愛他 因為他們想 最好的工作 所以他可以成為健康 我們認為 他們不可以幫助 他們自身 記者了解到 10年前王龍川被遺棄時 除了生日沒有任何信息 為了幫王龍川找到親生父母 范多恩一家人去過附近的派出所 醫院收養他的福利院 雖然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協助 但尋親沒有任何進展 目前一家人已經返回荷蘭 出發前 他們陪著王龍川 來到被遺棄的樹下 埋下了一張尋人启示 上面寫著幾句 對親生父母想說的話 在養母艾斯特爾看來 這個舉動更像是一種儀式 但也抱著一絲 被親生父母看到的希望 他們也期望這次採訪 讓更多人 甚至是王龍川的親生父母看到 從而滿足王龍川的心願 龍川想要回家每年 但我們不知道是否這是我們可能 但我們提醒他 我們要回家 我們要回家 當他60歲 但當有一個人 知道更多 或許是生父母 或許是生父母 我們可能會回家 像我未經過 或者想要重視 你們也許